闪婚交期太迷人 第238集 画面太美 夏末走进去之后 沐寒宇轻轻地把门给带上了 关门的声音很小 夏末还是听得到的 他颤了一下 把波及给放到了地上 拿着扫把就要扫地 赶紧扫完溜之大吉 这一晚上跟沐寒宇在这样的氛围当中 还真让人有点受不了 他以前就是打扫卫生的 在咖啡馆里 他经常打扫玻璃 扫这样的玻璃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他供着的小身板 刚准备要打扫 只是他才供身 就有一个大掌 从后面握住了他抓着扫把的手 温热的电流从夏末的手背 一瞬间就朝到了他的脑袋 有点上头 夏末猛地直起身体 沐寒宇就站在他的身后 起得太猛 他娇小的身躯 直接就撞到了后背强硬的身躯 两具身体 却那么猝不及防地贴到了一块 夏末瞬间僵在了那里 属于男性的好闻轻裂的气息 伴着淡淡的烟草香 顿入鼻尖 夏末正愣了好一会儿 才意识到自己此时的位置 可是身体却很诚实地移动不动 好想就这么移动不动的 一直就这么待在这样的怀里 可是这样的美好 能在他身上维持多久呢 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幸运的人 随着这样的念想滑过夏末的脑袋 他整个人忽然就清醒了过来 慌乱中 他抬着脚就要向前迈去 因为他退无可退 只能往前走啊 只是他踩一抬脚 穆罕宇另外一只手 直接缠住他不迎一卧的细腰 把他娇小的身躯 整个抱了起来 夏末的身体微微打了一下颤 脊背不受控制的僵硬 安静的空气里 充满了暧昧的味道 夏末瞬间有些急速不安 他用力地挣扎了一下 想要挣脱穆罕宇的怀抱 只是穆罕宇圈着他小腰的力道 完全没有要松开的迹象 而是抱着他往床边走去 夏末更加地惊慌 你不是说只要我不愿意 你就不会强迫我的吗 真的是这样吗 夏末怎么有一种 立刻就要被吃干抹净的感觉 你到那边坐 我来扫 随着穆罕宇特有的低沉的嗓音落下 是这样啊 想到自己刚刚脑补的画面 夏末的脸羞一下全红了 他整个人就像是被放到废水里煮的大虾 从脸红到耳根 红到脚根 更尴尬的是 就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感觉有东西 顶到了自己的屁股 从门口这儿到这边的椅子 也不过三米的路程 可是夏末却觉得特别的漫长 他清晰地感觉到 顶着他的那东西轻轻动弹了一下 他这是起反应了 夏末的禁地 用尴尬这个词 已经完全形容不了了 他又是手足无缩 又是羞怯 连带着身子都红得火热 心跳如吐 只要一张口 就好像从他的胸口跳出来一样 直到穆罕宇 把他放到房间里的椅子上 夏末的脑袋 还是完全无法思考 相对于夏末 穆罕宇更加云淡风轻一些 他是故意要抱他的 他很早就想把他拥入怀里了 他的身形虽然非常的淡定 身体却是实诚的 由于他刚刚的挣扎 穆罕宇看着他脸上娇羞的神情 唇角不自觉地向上扬了一下 他伸出手 拿过夏末手里的扫把 往回走扫门口碎玻璃的地方 背着夏末 穆罕宇淡淡地深呼吸 又深呼吸了几次 但是依然没能缓解 脑海中掠过他瘦弱的身体 他一手抱起来都不费什么力气呢 这么娇小的身体 那么纤细不淫一握的腰 瞬间就填满了他空虚的怀抱 他就是有那种魔力 让他莫名其妙地就心跳 又有了反应 这种感觉让他不舍得放手 夏末在椅子上 脑袋嗡嗡地响 任由穆罕宇从他手上拿过扫把 他坐在椅子上僵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 才发现刚刚自己握着扫把的手 已经空荡荡了 抬一眼朝母寒雨的方向看过去 他俊俏的五官 迷人深邃的黑眸 挺直的鼻梁在暖色调的灯光下 那张脸犹如上苍精心雕刻过一般 俊美得不可思议 他高大挺拔的身影 有种与生俱来的高规细致 他一下一下便把玻璃扫到了玻璃里 那样简单的动作 却是那么地优雅从容 让人不自觉招了魔一样地看着他 他真的如他刚刚所说那样 他只是把自己放到了椅子上 明明床也是那么近的地方 他没有把自己放到床上 而是放到了椅子上 是怕自己多想 夏末眨着纤长浓密的睫毛 漂亮清澈的眼睛就像星星 只是这样的平静根本只维持了一下 他就想到刚刚后背上被顶着的东西 夏末想要强迫自己把大脑放空 闭上眼睛 希望自己不要再去想刚刚的事情 他本以为不要去看他 自己就会平静下来 可是他一闭眼 脑海里浮现出了刚刚他从浴室里走出来的画面 沐寒宇就围着浴巾 露出健壮的胸膛 他刚刚好像是着急着出来 身上没有肝 健壮的胸膛有着精亮的水珠子 一滴一滴地往下流 十分地诱人 要疯了 简直要疯了 他是想不要去想 他才闭上了眼睛 可是现在反而越来越清晰了 越来越清晰 清晰到连他细腻的毛孔 他似乎都看得清清楚楚 连带着之前 触摸过他皮肤的那种细腻的感觉 都十分地清晰 夏末只好把腿曲起来 把脑袋埋进膝盖里 那次更加地严重了 他除了刚刚裸露胸膛的画面 然后还出现了 换衣服赤裸的画面 那样的画面 让他脸上泛起了红韵 夏末不好意思抬起头 只好一直把头埋在双腿里 穆韩宇扫完地板 抬起头的时候 就看到坐在椅子上的夏末 蜷缩在椅子上 好像要睡着了 穆韩宇把破解 跟扫把拿到门口去 然后才走回到夏末的身边 在夏末的身边坐了下来 他伸出骨节分明的修长手指 拨开散落在他额头的发丝 露出了光洁的额头 夏末把他整个脸都埋在了腿里 蜷缩在那里 好像被全世界抛弃了一样 让人莫名地觉得心疼 穆韩宇轻轻地 揉了揉夏末揉顺的发丝 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刚刚一心想多跟他待一会儿的 忘记了他可能是困了 在工作上雷厉风行的他 在感情中却真的像顾林北说的那样 情伤为负的一百一时 穆韩宇很想跟他多待一会儿 特别是他现在睡着了 安安静静 乖乖巧巧的样子 但是穆韩宇还是起身 公身抱起了睡着的女人 她抱着自己抱得很紧 她经常都是这么抱着自己的吗 穆韩宇微微皱了皱眉 伸手把夏末紧紧抱着自己的手扒开 然后才把她抱进怀里 穆韩宇是公主抱的方式抱着夏末的 她巴掌大的小脸靠在她的肩上 眉头紧紧地簇着 漂亮的姓眸紧闭着 乱乱的短发散在她的脸上 粉润的唇也紧紧地闭着 粉嫩犀利的小脸红通通的 也不知道是热的还是害羞的 然后就看到她粉嫩的鼻头上 还残留着一点红红的血迹 想起她之前落荒而逃的背影 穆韩宇的唇角 不自觉地扬起了一个愉悦的弧度 她刚刚那么着急地逃跑 是因为看到了她的裸体 所以害羞地流了鼻血吗 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被她否认 可是穆韩宇觉得事实就是如此啊 穆韩宇走得很慢 很慢 她柔软地娇小身躯 乖乖地坐在她的怀里 穆韩宇冷阔的线条变得柔和了起来 夏末原本的身体是僵硬的 可是她抱起她之后 她好像感受到了一丝熟悉而又温暖的气息 本能地往穆韩宇的怀里钻了钻 弄得穆韩宇的心痒痒的 即便穆韩宇走得很慢 可是走得再怎么慢 俩房间就是这么近的距离 她很快地还是走到了 她的身体很柔软也很温暖 温暖地让人很留恋 穆韩宇躬身 不舍得把夏末轻轻地放到床上 她呼出来的清清淡淡的气体 喷洒在她的脖子上 让穆韩宇的呼吸一抖 她就以这样的姿势 在夏末的身上停留了那么一小会 她皮肤光滑诱人 眼睛清澈明亮 长长的睫毛像一把扇子 覆盖在她漂亮的双眸上 她微微紧敏地薄唇 粉嫩饱满 下一颗流油的水蜜桃 散发着香甜 她现在的样子 实在是太过于诱人了 穆韩宇高塔挺拔的身子僵了一下 理智强迫她要起身离开了 她刚刚对她承诺过的 除非她自己愿意 否则她不会强迫她 只是睡梦中的夏末 好像感受到一股熟悉的气息离她而去 忍不住地想要留住 她快速地伸出手 就像拉住救命稻草一般 直接拽住了胸前的衣服 别走 别走 嘴里嘀喃着 然后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爷爷 别走 别走 别丢下我一个人 爷爷 别走 别走 别丢下我一个人 诺咪 诺咪 妈咪在这了 不要离开妈咪好不好 她刚开始只是轻声地呢喃 到后来满满地哽咽了起来 她伤心的样子有些撕心裂肺的 随着她每开口一声 沐海宇的心就跟着狠狠地痛了一下 恨不得去替她承受那些痛苦 不走 我不走 沐海宇不知道要怎么安慰人 急忙伸出手 上下轻轻地扶起她的后背 低沉磁性的嗓音 一遍又一遍温柔地重复 我不走 我一直都在这里 在沐海宇不停重复的动作 和不停重复的温柔话语中 夏末好像真的被安慰到了 整个人放松了下来 手也渐渐松开了 抓着沐海宇睡衣 沐海宇本来一只手 是枕在夏末脖子下的 一只手安慰着夏末 一时也没有办法腾出手来 擦去夏末眼角的泪滴 这会儿夏末安静了下来 她才伸出手 轻轻地擦掉她眼角的泪水 一遍一遍 也不知道为什么 擦着擦着 沐海宇漆黑深色的眼睛就红了 她越擦越心疼 然后眼泪 就忍不住地掉了下来 掉到了夏末的脸上 夏末的眉头微微醋了一下 翻身 抱住了沐海宇的腰 身体还往沐海宇的身上挪了挪 好像找到了一块安全睡姿的她 终于安心地睡了过去 漆黑的夜里 无比地安静 她可以听见她安稳的心跳声 含有她心脏一下一下跳跃的声音 沐海宇一下一下地数着 一 二 三 三千 三千零一 沐海宇数着数着 眼睛忍不住地往下摸 有人的脸上看过去 眸光停在了她粉嫩的唇上 然后慢慢地往下 她穿着这个睡衣比较宽松 从沐海宇的这个角度 可以看到她白泄的肩颈下 似有若无的诱惑 更是这种似有若无的感觉 才更让人心痒痒的 晚上从浴室出来的时候 她还以为她是在等她 那回忆激动 就已经起了反应 沐海宇又不是圣人 晚上被刺激了那么多次 现在身上又抱着胶漆 她怎么能没有反应 沐海宇想着 呼吸就渐渐变得不太平稳了 沐海宇的剑眉紧紧地皱了起来 唇也抿成了一条直线 想来强大的自制力 现在一点也体现不出来 她的眸光在夏末的身上 深沉地流练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还是无法平复内心的波涛汹涌 她答应过夏末的 只要她不愿意 她绝对不会强迫她 沐海宇伸出骨节分明的手指 想要扒开夏末抱着她的手 夏末的手白皙细腻 鲜鲜瘦瘦的 可是没有想到她抱得这么的紧 而且感觉有人在扒开她的手 她抱的力道又用力了一些 紧紧地抱住了沐海宇的腰 还将小脑袋往她的怀里钻了钻 她的动作就好像是在撒娇卖萌 让原本意志力就薄弱的沐海宇 一时间丧失了最后的理智 她忍不住 势魂般稳住了她柔软的唇 我觉得我们的脑袋 都不会忘了